人是历史的剖面,偶尔需要翻面 大家好,我是乐爱工作 但是讨厌上班的家庭主妇斯班瑟 今天我们来讲日本战国三杰的另一位人物 知田信长 从性格上来看 知田信长是一个极其傲慢 甚至有点自负的人 他有着极其强烈的控制欲 要求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按照他的意愿来发展 同时,在佛教大行其道的日本战国 知田信长一身不信神佛 是一个极其理性的实用主义者 不论是对技术还是加成 是否对自己有用 是知田信长的唯一评判标准 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知田信长出生在伟章 范围大体是现在的日本爱之县 从小,知田信长就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 他不修边斧,无视道德常识 让人难以将他与地方继承人的身份联系在一起 但好在知田信长有一个好父亲 作为家主,知田信秀有着极好的看人眼光 他认为自己的儿子注定不凡 所以对于知田信长那些为民众所不理解的举动 抱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任由知田信长随性而为 但是普通民众对于知田信长 并不会抱有与信长父亲相同的看法 一切超过他们常识的行为举止 都会被打上傻瓜的标签 于是知田信长获得了他青少年时代的称号 伪装的大傻瓜 知田信长16岁那年 在家臣的运作下被安排取摘藤归蝶为妻 摘藤归蝶是美农摘藤道三的女儿 她更为能熟知的名字是农姬 生于日本战国一方领主家的女性 除了生育之外 最大的作用就是进行政治联姻 农姬14岁就嫁给了知田信长 目的是促成伪装和美农两个地区的军事同盟 出嫁前 斋藤道三给了农姬一把刀 表示如果知田信长真像外界所说一样 是一个大傻瓜 你就找机会拿刀杀了他 而农姬却回答 如果知田信长和传言所说的不一样 说不定会将刀刺向自己的父亲 傻 这样的内在特征是没有办法在第一眼就看穿的 但帅这样的外在特征 却可以在第一眼就进行识别 知田信长在当时日本的审美下 是一个典型的大帅哥 农姬第一眼就被信长的样貌所吸引 并在随后的相处过程中 看到了知田信长不凡的气量 决心成为知田信长的助力 成为他与斋藤道三之间构建同盟关系的桥梁 日本人的气量不是气度的意思 更像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精气神 是内心想法在面向以及行为举止上的体现 虽然知田信长作为家里的敌长子 拥有优先继承权 但是由于自己伪装大傻瓜的外号 导致部分的家臣一直在向知田信秀敬言 希望他可以更换继承人 这样的提议都被知田信秀 以知田信长将来必定不凡的说辞给驳回 但天有不测风云 父亲知田信秀在41岁那年突然暴毙了 死亡的真相已经无法探究 总之随着知田信秀的过世 知田信长也被推到了知田家的台前 知田信长除了需要应对周围势力的入侵之外 还需要警戒家族内部派别的篡权 知田信长以一副邋遢的倾向 出席了自己父亲的葬礼仪式 并在仪式上用香粉抛向了自己父亲的牌位 不论在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朝代而言 这都是大不尽的举动 葬礼撒粉事件之后 又有更多的知田家臣 决意支持更换知田信长家族位置的提议 斋藤道三在信秀死后 安排了知田信长与自己的会面 计划在会面过程中突然将知田信长制服 在农机的提醒下 知田信长带了200的娃娃兵 300的弓箭手 以及300的火枪队前去会面 知田信长通过武力展示 让自己的岳父不敢轻易动手 在随后与斋藤道三的面对面会谈中 知田信长一改往日的邋遢形象 穿上了豪华礼服将头发竖起 整个一副贵公子的拍头 知田信长更是当面戳穿了斋藤道三的谋划 凭借气量让对方折服 会面之后 斋藤道三留下了自己死后孩子只配给知田信长千码的评价 获得斋藤道三支持的知田信长 开始着手清洗知田家的各方势力 家庭内部的势力主要分为两大派 一派为支持敌藏子的信长派 另一派为支持四公子的信心派 两派的根源矛盾在于知田信长的行为举止 不符合当时人们印象中继承人的应有形象 在日本那样一个乱世 过分重视各人礼仪而呼视各人的军事才能 是十分不明智的思想枷锁 而知田信长也正是凭借自己领先时代的军事才能 成为在知田家主争夺战中最后站着的那个人 在家主争夺战中 知田信长首先说服了自己的叔叔 知田信光 让其搬出了守山城 并受益信光逃进青州城 在信光进入青州城后 知田信长随即出兵青州 同时知田信光在城内伺机逼杀了城主 知田信友 与知田信长理应外合 几乎是兵不血刃的拿下了群龙无首的青州城 信友是信行的强力支持者 但是随着信友的死亡 信行也失去了与信长争夺家主的实力 知田信行本人也因为陆续的发起叛乱 之后被知田信长用计诱骗至青州城后 之后伪张领内虽然偶有反对知田信长的势力冒头 但都被知田信长用武力进行了镇压 知田信长彻底坐稳了家主的位置 在知田信长的家主争夺战中 知田信长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战锐才能 他倾向于使用攻心、诱骗等计谋战术 争取让参与交战的人员损失降至最小 在知田信长统一伪张后 一向与知田家有纷争的金川议员 突然宣布进行上落 上落这个词主要出现在日本战国期间 原本写作上京 意思是去京都 由于日本自唐朝以来对中国文化尤为推崇 处处在模仿唐朝 所以也将首都京都叫做洛阳 因此上京也被叫做上落 上落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是统一日本的象征 因为上落这个行为会经过其他势力的领地 所以势必会遇到阻挠 想要顺利通过对方领地只有两种方式 一是沿途势力选择臣服 二是通过武力的形式进行征服 途经伪张时 金川议员不出意外地遭到了知田家的拒绝 对阵初期 金川议员方面势炉破竹 接连取得胜利 直逼知田信长所在的青州城 决战前夕 青州城方面传出了知田信长在战前喝酒跳舞的消息 这样的信息被金川议员认为是放弃抵抗的信号 于是放松了行军的警戒 在明确金川议员的警戒心已经放松后 知田信长半夜组织军队准备进行伏击 完成棋袭 大概是命运时难 金川议员竟然选择了在统峡间附近 进行驻军修整 全军进食 统峡间这个区域 地势辖场是不利于金川议员方面 摆开对战阵型的 在金川议员进食的时候 知田信长已经带领部队占据高地 处于有力的地理位置 突然天降大雨 知田信长顺势从旁杀出 带领部队直冲金川议员 决心一举击杀对方主将 让金川议员的军队失去主心骨 随着金川议员被知田信长麾下大将 在混战中斩杀 金川议员的上落计划就此终止 而金川家也由胜转衰 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 统峡间合战 对于知田信长的意义 不只是击败金川议员 而在于通过谋锐和军事实力的展示 对周围形成威慑 更是帮助德川家康摆脱了金川议员的控制 并与他建立了劳不可迫的青州同盟 德川家康的加入 使知田信长在日后险些统一日本 终结乱世不可缺少的助力 击败金川议员之后 知田信长就开始左手计划将美农纳入自己的版图 知田信长的正妻是美农原国主 斋藤道三的女儿 斋藤道三在多年前 与自己养子斋藤义农的对阵中战死 知田信长可以打着为岳父报仇的名义 正大光明地向美农出兵 在斋藤义农突然暴毙的第三天 知田信长便派军队进入美农境内 斋藤义农的继承人斋藤龙兴 放在战国这样的乱世之中 只能说是一个庸才 斋藤龙兴手下的家臣以及大将 看到斋藤龙兴的无能 以及被知田信长的气量所折服 便接二连三地选择投靠知田信长 面对知田信长的进攻 虽然斋藤龙兴取得过间歇性的胜利 但无法影响对战的结局 在武力、智力以及能格魅力 均不如知田信长的情况下 斋藤龙兴选择固守道业山城 但在知田信长围城后不久 就主动选择了开城投降 知田信长念在斋藤道三 对自己赏识和支持的份上 选择用放逐斋藤龙兴的方式 终结了对于美农的入侵 在获得美农后 知田信长刻了一枚天下不武的印章 表示自己要以五家政权来支配天下的决心 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 知田信长首先需要与当时日本名义上的五家首领 真一大将军以及天皇建立联系 知田信长麾下有一位中途加入的家臣 名叫明智光秀 明智光秀原本是斋藤道三的家臣 在道三死后成为一名浪冷 因为救了五家将军足利一招 而被将军一招所重用 明智光秀在对当时的多方势力 进行了权衡判断后 选择将足利一招交给知田信长 由知田信长拥护将军进行上落 单纯看当时的军事实力格局 知田信长并不是最强的 但却是最合适的 如果知田信长出现了谐天子以令诸侯的情况 还可以用将军的名义 要求五田信玄等实力更为强大的势力 对知田信长进行围剿 知田信长也不负所望 迅速地带着足利一招完成了上落 同时在京都内实行了军阵 通过严格的军计 知田信长迅速赢得了京都民众的支持 知田信长与足利一招 原本就是相互利用的关系 足利一招希望借助知田信长的力量 重建幕府的辉煌 而知田信长则是计划利用足利一招参见天皇 通过天皇完成对日本的统一 双方利益的不同 注定了知田信长与足利一招的关系 不会维持太久 终于在知田信长一次次驳回足利一招的指令后 足利一招决定暗中联系在外的势力 彻底拔除知田信长 将京都变成自己的权力中心 足利一招的计划是否会成功 知田信长又会如何应对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侮达